現在情況就是俄羅斯本來想速戰速決 看起來達不成 有些地方久攻不下 但是有些地方被摧毀 那這些西方國家有給 可能給一些設備 但是不出兵 還能成多久 他打下去會怎樣 我先講一句 就是說俄羅斯要速戰速決 是我們的判斷 西方的判斷 其實到目前為止 還沒有任何一個人 從俄羅斯這邊得到具體的訊息 說他是要速戰速決的 那麼這邊 烏克蘭曾經公佈了一份資料 說他們得到內部消息 其實呢 這個俄羅斯早在今年一月的時候 就已經確定要攻擊了 然後呢 時間是二月二十四號開始 三月十號結束 那如果說這烏克蘭這一份文件 是真的 坦白說現在的訊息 有很多是屬於宣傳戰 我們一定要很小心翼翼的來看待 所以如果是這樣的話 似乎又跟原本說的 九十六小時的速戰速決 剛好是完全相反的 所以我們在看待這些訊息的時候 其實戰爭當中宣傳的部分 我們必須把它去釐清清楚 這樣我們才能看得清戰爭的全貌 上個禮拜我在這邊說 我說經過了第一個星期 因為俄羅斯只有投入三分之一的兵力 不管他是不是低估了 烏克蘭的決心 二十萬一百萬陸軍 現在二十萬掉過來 二十萬掉過來 他只動用了六萬 在上個禮拜 所以我說不管他的原原原來的原因是什麼 現在比較多了 現在比較多了 但現在看 我說 我說上個禮拜的時候 我就說 那上個禮拜 一個禮拜整個戰事會急劇的升高 會殘酷化 我想至少上個禮拜 已經看到了這樣很不忍的一個畫面了 那接下來這個呢 我同意的就是 所謂的人道走廊 他比較像是最後通跌 那我這邊有幾個跡象 我們來看 就是雙方在各自爆戰果的時候 有幾個跡象要值得關注 第一個為什麼Zelensky要用這麼大的動作 要求西方提供禁飛區 而且他說如果你不提 你如果不幫助我們設禁飛區 你就是看著我們的人民被轟炸 然後一條慢慢的流失 慢慢被殺死 他用很強烈的道德勒索西方 為什麼 表示他去失去滯空權非常的嚴重 而且他很擔心 接下來的是轟炸 因為事實上在過去這十天 是沒有轟炸出現的 沒有那個轟炸機出現的 所以他顯然擔心下一場戰事 是來自於此 那我們再來看第二個東西呢 其實就是那個最後一道橋 在整個烏克蘭 因為他主要把他設定的敵人 是俄羅斯 所以他主要的軍隊 大概百分之七十的軍隊 全部放在東邊 我不是烏克蘭專家 所以我最近在看新聞的時候 很小心翼翼的每一則新聞都去查地圖 因為我要確定他發生在什麼地方 我能判斷他進展到什麼樣的程度 現在你看到的是 在東部這百分之七十烏克蘭的軍隊 如果這些軍隊撐不下去的話 那對烏克蘭來講 那就是極大的災難 所以這就是為什麼包括了上個禮拜 那個所謂的最大核電廠被炸 因為他是在東部 那麼非常接近這個聶伯河的地方 他在沿著聶伯河 而興建的核電廠 又包括了像這一個幾個城市 就克松 還有這個馬力波 還有這個這個這個哈爾克夫 第二大城 為什麼他這麼重要 因為那都是烏克蘭的重軍擺放之地 那現在如果哈爾克夫 現在是最激烈交鋒的地方 如果不保的話 那我會認為烏克蘭能夠撐的時間 不會太久 第三個就是那個最後一道橋 因為他是基輔東邊跟西邊 連接的最後一條橋 那你要知道就是說 俄羅斯在包圍基輔的時候 他是東邊 東邊 北邊跟南邊 三邊夾擊 他只留西邊的一個出口 事實上西邊是烏克蘭 因為烏克蘭這個西邊 他比較跟波蘭 這個殖民的時間比較久 所以他的話語也是波蘭語加古俄語這樣加起來的這個烏克蘭語 所以這個地方反俄羅斯這毫無疑問的 這也變成了烏克蘭最重要的大後方 那麼如果俄羅斯要繼續往往這個西邊去的話 那我認為俄羅斯很不治 可是如果說今天基輔的東邊放棄了 那就是他要把整個烏東給放棄了 所以才會有一個最後一道橋聽起來是非常慘烈的 那麼也很悲壯 其實任何一個國家當你聽到說你的首都要留下最後一道橋的時候 你要放掉半個首都的時候 這個國家都是讓我們覺得極為不忍的 可是美國從第一時間就認為基輔不會保 所以一直勸 把基輔的政府整個搬到西邊的利維夫 你看利維夫的地圖 他距離波蘭非常非常的近 他是在整個烏克蘭最西邊的一個大城了 那麼事實上美國大使館已經移到了利維夫 所以會不會最後基輔在這個禮拜的觀察是重點 而如果說真的整個政府移到了利維夫 那後續的這樣狀況才是我們真的要觀察的